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图形就做一个很简单的辅助 好不好 来 我从这边开始 这个N代表劳工 这个W代表工资 可以吗 这个是我们的劳动工几 这是我们劳动需求 好 那你先看到这里 这个是劳工 所以我对照上来这边也是劳工 这个是产出Y 我这里画一个生产函数 一阶微分大零 二阶微分小零 一般的生产过程就是慢慢增加 但是增加到后来它慢慢开始 d- 就是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好 来咯 这是Y 这也是谁 Y 这也是谁 Y 来 几度线 几度 45度 所以 好 这45度就把它印证过来而已 好 这是Y 这也是谁 Y 这什么价 物价 可以吗 好 所以呢 各位同学 我就先点这样咯 好 我只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这里是个劳动市场 事实上就在讲谁 他 这就是劳动市场 劳动工几根 劳动学 他就是个劳动市场 OK 好 来咯 劳动市场可以决定什么工 劳工对不对 投到什么部门 生产部门 好 你看咯 你看咯 这个图 讲义上都有 不用担心 银行的货赁不是这样考 我只是让你懂 它的故事是什么 来 开始咯 对照下来 是不是可以决定到均衡劳工 是不是可以决定到均衡工资 你看咯 劳工对照上去 对照上去 就可以得到什么出 是不是产出是不是有了 所以各位 我从劳动市场到什么部门 生产部门 这里是不是劳动 这里是不是产出 对不对 一样道理 你看 我是不是有劳工 丢进去就有什么出 产出 来 你看这里 我这里是不是有劳工 丢进去就有什么出 产出 有没有看到 图形这里啊 我这里是不是有劳工 是不是丢进去 就有什么出 产出 好 来 你看咯 产出对照过来 产出对照过来 各位 这里是供给跟什么球 需求 供需 就是我们一般所言的什么市场 商品市场 供需市场 你看 我是不是有 产出了 跟需求 两者什么等 相等就可以得到商品市场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各位 这个是劳动市场 这个是生产部门 什么市场 商品市场 是不是就看到了 这就是古典的 他在讲均衡说 你看 同学你看 这个要均衡 这个就均衡 反应过来这边也跟着什么痕 均衡 你们知道我画这个图形 讲的是部分均衡 还是一般均衡 一般均衡 就在诠释一个讯息给各位同学说 古典 总体的思维讲的不是部分均衡 什么均衡 一般均衡 什么叫一般均衡 很简单 个体 总体经济里面有很多市场 我每一个市场都要讨论的那个均衡 就叫一般均衡 或叫全面式均衡 可以吗 所以我常常一开始讲课之前 我会先让你了解整个大环境 大家构 你们以后到了银行里面去工作之后 你所探讨的不会只是一件事情 你要看看今天台股涨还是跌 你要先看看前晚的 昨天晚上的美股涨还是跌 因为涨跟跌会影响到今天早上的台股 对不对 也就是说整个总体金融的脉络 它不能只看一个市场 它市场跟市场之间都是环冠连结在一起的 环环相扣 所以总体也好 金融也好 它不能只看单面的一个市场的变动 就说要决定全部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它是环环相扣的 所以我在讲这里 来请你们放轻松 各位同学 这面黑板过去 你放心吧 你在你的任何八大国有行库里面 看不到考题 我只是在传送一个思维 你们今天要到金融业也好 要用总体的思维 它不能只看某一个市场 你不能只看劳动市场失业率如何 来判断经济好还不好 对不对 你不能只看生产部门 到底现在生产部门是超过进度 还是进度落后 来看看这个企业好还不好 你不能只是看商品市场的供需的买气如何 来单一的决定景济好还不好 你要全盘都去聊解之后 这才是总体思维金融的思维 这样懂了没 哦 这样懂老的意思吗 好 就是给同学们一个概念 好 我讲了这么多 也许你看这些符号不是很懂 那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我说过那不会考 但是我现在就来决定 我刚刚所讲的一切 你有没有听懂 我只问你几个问题 你会答对就代表听懂了 就够了哦 要不要去背这个符号给confuse no 因为它不会考 好 第一个问题 请问各位同学 总体经济讲的均衡是一般均衡还是全面均衡 一般均衡就是全面均衡 所以总体经济的均衡是一般均衡也是全面均衡 这样懂吗 所以什么叫一般均衡 什么叫全面均衡 每一个市场都要讨论到是不是就这样 好 可是个体经济只讲几个市场 某一个市场而已 这样懂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接下来 我们就真的要讲第六页了 要讲劳动市场 来我们来看这里 那老师把这里擦掉 来这个地方我就要擦掉了 这个地方只有一题 可是 银行的部分老师还是得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分析 这地方有一题选择题会考 好 那同学们把这样的一个解释过程理解之后呢 我们做这个角度来做分析 我下一次上课 我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会把这一堂课 银行会考的重点我会把它整理成一张纸 懂吗 然后你再看这张纸就可以回忆上一堂课你懂的东西是否都还记得 这样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们班需要这么做 我每一堂都会这么做 把上一堂课我讲过的重点我都把它罗列出来 没有讲到你就不用记 可以吗 因为它获隐真的很简单 好不好 可是我比较不习惯就是用同学画起来背起来 这种单张片面去背的 没有办法融会贯通 我希望你是个融会贯通 为什么要融会贯通 因为你以后的行业是什么业 金融业 不要你的客户疑问说 对不起我去问一下学长 对不起我问一下学姐 对不起我五分钟再告诉你 懂吗 既然你要来到金融业 你那种自我学学动能就要不断的一直存在 好不好 来我们先来看这里 现在我要讲一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这个劳动市场呢 它最后可以衍生出一个观念 讲完之后我们就准备跟古典说再见 对就是这样而已 这是劳动供给 这个是劳动供给 这个是劳动需求 好开始 我把它拆开 我把Mofunction拆开 这个Mofunction拆开 我让劳动供给 这个M呢 穿上一件Lofunction的衣服 那这个Mofunction拆开之后就W除P 可以吗 我这用意就是把函数变反函数 反函数变成函数导过来而已 好不好 用宣告的 OK 好来 一样Mofunction拆开 这个是劳动需求 谁对劳动需求 谁对劳动需求 雇主老板 我给他穿一个 Iofunction的衣服 拆开之后就W除P 好 乘过去P乘 LofM等于W 好 P乘F 等于谁 W 停 我在做什么 这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 能懂 就懂 不能懂 没关系 这个是Mofunction 对不对 我把Mofunction拆开 是不是变W除P 我换这个M 穿上一件Lofunction衣服 为什么要穿一个Lofunction 很简单 劳动供给 劳工 劳工就是劳动供给 对不对 labor labor 是不劳工 所以我用L也代表是labor 就劳动供给 漂亮 来 Mofunction拆开 给他穿一件衣服 劳动需求 谁是劳动需求 雇主老板 对不对 雇主老板就fir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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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厂商 对不对 firmfirm ok 好 好 一样的喔 这就是劳动供给 就是劳动需求 结束 我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全班看这 这个是劳工 这个是工资 2000年后的劳动市场 都是这么表达 劳动供给P0乘上LofM等于谁 W 劳动需求P0乘上FofM等于谁 W 来全班看这 劳动供给什么意思呢 来工资不断什么羊 上扬 劳动供给量会不断什么加 增加 如果老板不断给你加薪 劳动供给量是不是不能增加 对不对 可是劳动需求呢 工资不断什么羊 上扬 劳动需求会什么少 减少 公司裁员 银行裁员 各个企业在裁员的时候 不是从低薪裁员 是从什么薪 高薪 对不对 因为一个高薪就可以养很多个基础员工了 这样懂老的意思吗 所以当工资不断增加 劳动需求会什么少 减少 这样懂吗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劳动市场 当这个劳动市场均衡的时候 得到均衡点A 还有均衡的劳动雇佣量 跟均衡的工资 这个就是一般劳动市场的思维 可以吗 我已经尽量把它简化 但是全班看这 我要用的用意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传达的一个用意在这个地方 来全班看这 我想要传达的用意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能够去理解 那样的懂的过程就可以了 来开始咯 这个是劳工 这个是工资 这个是劳动供给 这是劳动需求 劳动供给就是P0乘上L of M 等于W 劳动需求就是P0乘上F of M 是不是这样 来我把这里擦掉 好 全班看这 我们再来一次 这个是劳工 这里就是劳工 这是产出Y 生产函数是不是长得像这样 好再来 这几度 45度 好来全班看这 这里是Y 这里就是Y 这里就是Y 这里是Y 这里是Y 这个有放物价 全班看这 准备开始行动 劳动市场什么 均衡 对不对 对照下来 这里是N0 这是W0 来 对照过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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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现在产出是Y0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从这个A点对照过来之后 产出在Y0 物价是P几 P0 谢谢 好我这里写P0 没有作弊 我就写P0 可不可以接受 好 然后再问同学们一件事情 当物价什么羊 来物价上羊了 P0变谁 P1物价是不是上羊 整条线就会什么移 上移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好来 当物价什么羊 上羊P0到哪里 P1来 整条线就会什么移 上移对不对 好各位同学 我们把这个W涂掉 没关系 不用写没关系 好 所以A点就会到什么点 B点 所以工资就会什么加 增加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当物价上羊 它就会上移 它是不是就上移 对不对 好全看这啰 物价什么羊 上羊了 P0变成谁 P1乘上 L of M 物价上羊了 来 P0变成谁 P1乘上 F of M 对不对 A点到什么点 B点 B点 来工资什么加 增加 同学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业量 一模 一样 对不对 所以产出就会一模 一样对不对 但物价 对 谢谢你们至少 三分字的同学都知道 但至少物价什么羊 上羊了 对不对 好我就把AB连结在 一起 这个条就是古典学派的总供给 来全看这 这一条就是古典学派的总供给 是条什么线 是条什么线 垂直线 而且这个垂直线的产出 是什么产出 是充分就业的产出吗 是 因为古典告诉我们 长期下一定可以回复到什么痕 均衡 而且会落在什么就业 充分就业 所以我在这个图形里面做出一个证明 什么证明 这个图至少有三大重点 哪三大重点 听听看 第一个重点 古典学派中什么期 长期一定可以回复到什么就业 充分就业 可见各位 这个Y0的产出 一定是Y F 一定是充分就业的产出 对不对 因为古典告诉我 你只要给他什么间 时间 慢慢去调整 等到到什么期 长期一定可以回在 落在什么就业 充分就业上 可不接受 这边是不是证明了 而且不仅是充分就业哦 还证明古典的总供给是条什么线 垂直线 可以接受吗 懂我的意思吗 这里至少有这两大重点 第三大重点我待会来诠释 好吗 来30秒请